早上8点是许多市民朋友到市场采买的时候 我不是来买菜 是来扫街拜票和大家打招呼 聊聊做生意的辛苦 台北市一座交通房门的城市 根据交通部的统计 台北市的GN车登记数量超过3万多台 是许多市民交通移动的选择 今天我坐上邱先生的车 听他分享从业14年的甘苦谈 夜晚的台北也有一番风景 今天我和我的好朋友孙医师来到猫空泡场 当然路稍微比较没那么好 但是其实这里风景或是气温 其实都是蛮好的 轻泡基层听取声音求得支持 这是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一天的行程 曾是卫福部部长的他 陪着国民抗议 度过许多疫情难关 赢得民众掌声 却也因此深陷高端疫苗疑云 但他没有停下脚步 转而争取台北市长位置 持续端出政界牛肉为民服务 台北可以更好台北 持得更好 更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来 这是我们自己出发心 我们想要提案这堂土地做一些事情 让台北可以进步更快 不要停顿 可以开始继续来进步 要让台北进步 第一是让世界看到台北 让世界看到台北 要来做一个世界的台北 所以第一个 为了要达到能够做世界的台北 我要成立国际事务局 按照这些城市的外交 招商引资 会展的经济 把会展经济的社会好 可以带动观光经济 整体给它提升起来 另外台湾有很多很好的产业 这些好的产业 不管我自己知道 我们的生技产业 很多医疗的 生物科技的 这在台湾现在都做得很好的 ICT产业 ICT产业 这也是很好的 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用的经济项目 要带动很多国外老的人 大的厂商 大家来台湾来参加这个展览 来了解这个 很多人来到这里 经济做好 顺便把这个观光 观光的一个科技也把它做起来 第二个我们要做一个宜居的台北 比较好大的 台北的比较好大的 比较好大的 比较好大的有两个 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区域治理 上星期我跟北北基陶 大家来说 要做一个区域治理 这个北北基陶 先把首都 首都票1280元 降作1200块 可以使用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的捷运 我们的机节 我们的台铁 国道客运 也让使用的项目变多 换句话说 使用的量会增加来 目标的人会增加来 这个当时 暗房的时候百多万人 到现在四百多万人 这北北基陶 如果它夹起来 就差不多一千万人 这一千万人 并成一个生活圈 没打算 并成一个经济体 因为交通的关系 连在一起 这个经济体的人就这 消费的能力就凶 然后呢 我们相关的公共的投资 你的成本并成价格 单位成本价格 我可以比较小的价格 来访问 让大家活动力变得更强 消费力变得更好 因为经济就越来越来越帮助 另外呢 对于我们相关的一个流域 和有相通的 和岸的相通 大家一起来做 产业怎么样来做共融 怎么样分工 这边说在科技园区 这些的科产业园区 然后来做一个分配 产业链怎么样来做进行 效率会让它变高 不用重复的去投资 那当然在交通上面 绿色的运输 也一起来做 可以把它越做越好 那另外我们当然在 区域治理的时候 也提出来说 我们要做 U-bike 2.01 这个1就是电动的意思 是电动脚踏车 在这几年 我们要增加1000辆 的电动脚踏车 配合这样的捷运 那这样公共运输的网络 可以变得比较大 那开车 坐摩托车的机会 就相对的变小 那运用公共运输越多 那塞车的情况就会稍微改善 停车的问题也会得到一点解决 然后最后我们讲到说 全邻的一个照顾 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幸福的台北 第一个让大家在成家的时候 能够轻松一点 所以社会住宅一定要努力的来做 那社会住宅的价格也要它往下降 然后另外我们的除了我们有租金的补贴之外 我们也要再另外加码 补贴一千五 你台北还是租储 还是比人比较贵 那要有年轻人 现在老的条 他要住的条 住的条 他才有够 大家要让他用负担 不要这么重 不光是你的租水 把薪水都吃了 大家都没有这个 另外余力 能够好好的生活 另外我们再生小孩 也会补助三万六 等等的都可以让台北 希望能够成家立业 能够轻松一点 对政策侃侃而谈 同时他也规划许多接触各领域的行程 了解社会环境与不同立场 民众的需求 我们要让小朋友快乐 我要让他多元的学习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高中108的科目 虽然争议很大 可是他目的一个特色教学 所以他有校定的弟兄 他有一个多元的选兄 他有一个弹性的学习 在在都在标榜之说 已经从标准化的教育 走到因材施教 所以这里面 第一个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所以对老师或教学环境 教学者 他的一个支持很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在这里面要共聘的 代理老师 要把它降低 这些都是要对教学者的一个支持 所以我们整体来讲 对于老师们的一个支持 对于学校的一个支持 将来市政府一定会全力来做 我常常在讲说一个政策 最主要是要照顾到人 那身心障碍的朋友 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 那怎么样三代导盲犬 就能够加会 在我们身心障碍 有视障的人的身上 那像刚才 我这样把眼睛遮起来 虽然一小段 但就感到彷徨无助了 但是有导盲犬的帮助的时候 心里就心心的健康 就从刚才我们的朋友在电视 在里面在讲的 就是说 他不但可以帮助到身心障碍的人 身心障碍又可以去帮助 身心障碍的人 那这样把爱传出去 所以在社会里面 大概有几个 一方面要帮忙宣导 刚才讲说 事不宜问 就是他开始在工作了 就不要去乱摸他 不要去抚摸 不拒绝 不呼叫 不不抚摸 还我要主动去询问 这些都应该要积极来推广 那我相信 在辉光里面的帮忙之下 未来的党盲犬 一定会越来越好 那未来我如果当市长 我要怎样加强劝募 加强的一些 一些工作 这我一定会来做 一个台北市长 有没有全心全意的投入 有没有全心全意的 跟中央一起来努力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中央政策的成败 跟地方的执政的成败 其实都是相互关联的 所以为什么我这一次 要花这么多时间 来我们台北市 跟我们台北市的选民 来拜托 尤其台北市真的很重要 我们一定爱赢 这样好不好 好 陈其迈 陈时中 沈伯伯 对不起 没有那么老了 我们的沈副院长 是我们在防疫的 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三个人 他做指挥官 他所有的政策 跟行政院各部会的协调 他指挥 我们一定要让他当选 让国际社会晓得说 我们台湾的人民 肯定我们自己的指挥官 大家说对不对 对 10月26号我们就要投票 我相信今天来到现场的 大家都非常希望 我们下一个台北市长 一定是陈时中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我们既然希望 下一个台北市长是陈时中 我们就要一起让他当选 陈时中恳请市民给他机会 让政策照顾更多人 承诺四年时间 让台北脱胎换骨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